今天的氣象資訊戰要一請歡迎彩儀囉 大家好 其實接下來要準備過耶誕節了嘛 但是說到耶誕節大家就是要去看耶誕樹 那耶誕樹呢很多人想說沒辦法出國看的話 其實國內有很多地方也很值得看 沒錯 那沒有辦法出國 那麼耶誕節在台灣我們就幫大家找出幾個 可以陪送打卡的地方很多的景點 那裴姿你猜猜看全台灣今年最高耶誕樹在哪裡呢 我想想看喔應該都是在台北吧 沒有耶不是 不是在台北 觀眾朋友也來猜猜看 好你趕快公佈答案 好不要再拖 答案就是我們畫面上這個在台 剛剛啦台中的梨山 那麼有兩棵很大的這個雪松的 耶誕樹是真的樹 那麼高度有28公尺 我覺得是畫面上這個嘛對不對 對 沒錯其實是兩棵 超美的晚上看超漂亮的 不過它也是全台最高 另外一個高是海拔最高 有快2000公尺的海拔 但感覺這時候去看的話 應該也是要穿暖一點 可能要穿容易喔 這山上溫度可能接近零度喔 五度以下喔 真的 好但是如果上去看呢 會覺得很冷的話 又懶得爬上去的話 其實呢會有一些室內的耶誕樹 我們幫大家整理啦 沒錯 如果不想要爬這麼高 其實在台北市的一些飯店就有了 喔 這麼好喔 好反正我們幫大家找到今年呢 這個最高的耶誕樹是在台北車站 就是靠近彩儀的那個地方 有22米高 然後還有呢 就是像台北的精華酒店 這邊是15米高 那均越呢 這邊是大概有10米高 就是很多的網美 你可以去那邊逛逛街吃東西的時候 順便去那裡拍一些美麗的照片 嗯 沒錯 沒有去飯店消費其實也是可以過去 那如果說有機會經過台北車站 也可以跟這邊的耶誕樹 一起來拍個照喔 那不過我最想去的是哪裡 你猜猜看 好啦 不要再叫你猜了 先去台南 台南的南坊購物中心這邊耶誕樹 來看到它全部都是卡納赫拉 超可愛的啊 喔 妳是卡納赫拉迷嗎 對啊 我的水湖也是 喔 真的喔 這裡這裡這裡 好啦 滿滿的粉紅色真的是蠻可愛的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小小隻的 對 然後它有13米高啦 然後大概會放到1月2號 對 那除了這個卡納赫拉之外 是不是在南部也還有其他選擇 就是喜美博物館這邊同樣有一棵13米高的耶誕樹喔 就是在被你躺住的這個位置 因為不玩意 你就知道它有多高 你看 這個滿漂亮的耶 超美的啊 而且它這整個非常西洋式 再加上它旁邊這個 比較有點巴洛克的這個建築 白天看起來超美的 這個完全就是網美一定會想要去拍的 有 妳就可以去啊 可是我覺得這邊好像有點太熱了是不是 其實不會耶 晚上在南部還是很涼的 溫度不到20度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其實呢 是在到海號1月11號 海號明年喔 大概也有13米這麼高啦 對 晚上的時候感覺真的很漂亮 但是再往南走一點 好像屏東的耶誕城 這裡一直都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耶誕樹 沒錯 而且大家想說 屏東應該很熱嘛 沒關係 它幫你製造雪 有人造雪走廊 好美喔 很可惜喔 那個畫面沒有出來 不大家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哈哈哈哈 好 再回來台北啦 其實台北信義區 在這個時候呢 也會有一些活動 像是就會有所謂的這個 一些統一的實在廣場上面 會有一個市集 我記得每一年都有耶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有把這個遊樂設施 遊樂園的遊樂設施帶進來 超美 所以裡面就是你可以在那邊玩啊 然後可以在那邊吃吃東西 有一些美食飲品的攤位 但是說到要去這些地方玩啊 大家也會很想要知道 接下來的天氣狀況 到底適不適合去這些地方呢 把時間交給蔡宜 好 沒有錯 週末大家想說 這個天氣到底好不好呢 趕快帶大家來看到 我們在看到這個週末 還是持續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也因此呢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因為是影風面啊 比較容易下雨 而且這樣下雨的天氣情況呢 會一直持續到 下週三 週四喔 那麼尤其是到週三開始呢 會有一波新的冷氣團進來 到時候這個全台 都是比較有感 這個有感的冷度都會進來喔 包含在北部地區 有機會下探到12度的低溫 而南部地區 我們看到在低溫表現上面 有可能來到16度喔 所以今天的氣象 關鍵字 就要來幫大家提醒一下囉 那麼由於在週三開始呢 會有一波這個冷氣團 它就是可以達到 大陸冷氣團等級啊 到時候沿海空曠地區的低溫 可能可以來到12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厚的衣物跟外套呢 都可以拿出來了 那麼另外呢 在週末同樣呢 北部東半部是濕冷的 想要出去玩 盡量往中南部走 還要提醒沿海跟外島的觀眾 強風比較大 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直接提供各地詳細溫度預測囉 北部地區是容易下雨的喔 今天降雨機率都可以來到80%以上 我們繼續往中部走 中部地區今天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不過苗栗地區還是會有一些下雨的情況 要做好預備 而往南部地區走 同樣是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高溫可以來到25到30% 東半部地區今天紅陽容易下雨 記得要記得攜帶雨具出門 而在外島今天沿海風浪是比較大的 海上作業請注意自身安全 而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 提醒大家週末出遊可以見到往中南部走 天氣是比較好的 呼籲